大家好,欢迎收看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三生三世枕上书,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部电视剧,这部电视剧最近大结局,相信很多朋友都看了,这部电视剧就是在玻璃渣中找田。 从阿兰惹梦境出来没有多久,东华和凤九就离开了范英谷,而且两个人回到了泰晨宫。 因为冰藏之礼的事情,东华和凤九有半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好好的温存了,东华虽然没有说,但是却也在后面非常强烈的表现了出来。 凤九做完了剑匣子之后,就在旁边描绘了一张图是之后在青秋的家。 凤九想着之后,已经要生两个狐狸仔,东华原本是睡着的,但是也醒来了。 凤九半个月都没有怎么睡觉,而自己也很久没有和凤九亲近了,好不容易这个时候。 凤九的任务已经完成,正好凤九也说了生孩子的事情,东华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。 就连凤九问他自己的剑匣子做得怎么样,东华也是十分敷衍地亲了亲凤九,说他做得非常好,然后就急不可耐地想要抱着凤九原防。 不得不说,这样的剧情也是非常让人喜欢的,东华果然已经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东华帝君了,在石杖红尘中也是十分的潇洒快活。 不得不说,这样的剧情,这样的片段来一百遍小遍都看不够,不得不说,原本两个人亲密的时候就不多,之后也是各种的虐心,这点甜,完全不够啊。 对此,你们觉得呢?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,请点击订阅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会。